各位同学大家好 这里是由itin.com为大家提供的Node.js系列教程 我是主角老师达地 这一讲我们继续给大家讲解一下这个Express加MogoDB的商品管理 上一讲我们主要给大家讲解了这个用户登录 但是我们遗留了一些问题 比如说我们用户信息的话 我们这里边的密码我们是名文从属的 那这样的话肯定是不安全的 所以这里边的话我们首先进行一下优化 就是我们数据库里边这个用户名我们应该加密 那加密以后的话 那你这时候你登录的时候 我们也要对我们这个登录的信息 也就是我们这个表单提交的数据进行加密 加密以后再和我们这个数据库做对比 行那下面的话我们就看一下怎么加密 那加密的话 我们这里边用到了MD5Node这么个模块 用到MD5Node 当然你也可以搜一下我们NodeGX中的其他MD5加密模块 行那这里边我就把它 点开给大家看一下 那这里边的话它的用法是非常简单的 首先你要用这个MD5Node 你需要下载这个MD5Node 当然它这个官方文的这里边写的有点问题 那你就按照我这个来 那我们先测一下 就是你要用我们这个加密 那这里边我们用的是MD5加密 MD5加密 那我就新借个文件叫MD5 那MD5加密的话你用到哪个呢 就是用到我们这里边给大家说的这个这个模块 就叫MD5Node 也就是在这里边啊 那官方呢 它写的有问题啊 那我们用它怎么用呢 首先第一步叫安装这个模块啊 我们都知道要安装模块 安装模块怎么安装呢 就通过NPM MD5Node 我们这个Node MD5Node啊 MD5Node C5 首先第一步安装 安装完成以后 那我们第二步 我们需要引入这个模块啊 引入模块 引入模块 引入模块的话 怎么引入呢 就通过我们 瑞克这个MD5Node啊 就是VL一个MD5 MD5 哎 怎么打现在 MD5啊 等于是呢 IQ IRE 我们这个 MD5Node 引入以后呢 现在接下来 我们就可以用MD5 这个方法 进行一个数据加密啊 MD5 这个方法 进行一个加密 比如MD5 123456 那这样 它就可以加密 我们这个数据啊 行 那我给大家来一下 叫使用第三步 行 那我们要用它的话 我们首先 我新建了个文件 我们测试一下啊 首先的话 我们是吧 安装这个模块 安装这个模块 我首先得进入到我们这个项目里边啊 那这里边 我已经进入到我们这个项目里边了 进入到这个项目里边 我通过啊 CNPM 进入到谁呢 进入到我们这个叫啊 CNPM 一到我们这个 MD5 闹的 然后我来一个-2-2-3-5 表示把它保存到我们这个PK这点 行 那这时候稍等一下 让它安装 让它安装 那安装的时候 我们稍等一下 我们继续在这里边写啊 那下一边的话 我们要用它 那就简单了啊 要用它 你直接 require这个 MD5 闹的对吧 那这时候的话 我们要加密一个数字 比如我们要加密一个123456 对吧 那这时候我们就可以啊 MD5一个 MD 5一个123456啊 123456啊 MD5完成以后 那我打印一下它MD5的这个值 我们看对不对啊 行 那打印之前 我们还是看一下模块有没有安装成功啊 那这里边它是不是已经安装成功 我们这个MD5闹的了 安装成功我们这个模块了 那你看一下 这里边是不是有一个MD5闹的 行 那这时候的话我们运行一下 给大家看一下啊 就直接运行一下 看能不能拿到我们这个数据 如果能拿到说明这个模块 是不是没问题啊 那行 那这里边是不是OK的啊 那我们加密 这个123456 是不是加密出这么一串数据啊 所以接下来的话啊 我们要实现就是我们这个数据库密码的一个 现在加密保存 那这时候我们就要修改一下这个数据库啊 在这里边我就直接修改了 正常情况下的话 那我们这个用户就是用户信息 我们需要在后台进行管理 那数据库的密码的话 它不是名文保存啊 它需要加密啊 那行 那我们修改一下这个数据啊 修改数据的话 那就是我修改一下 db.user.update update 谁呢 update 我们改一下啊 update 我们让这个 user name user name 等于谁 user name等于这个 等于 张三吧 我先把张三改一下 user name等于张三 然后我要设置它值 这就刀了一个 sat 那刀了sat sat sat什么呢 sat 他的p-a-s-s-w-r-d password等于我们这里边的这个值 等于这个值 那行 那password等于我们这里边这个值 那走一下啊 那这时候我们在db点 user 点坏的一下啊 那这时候他这个密码是不是就改成功了 改成功以后呢 我们同理把谁也改一下呢 是不是把我们这个user name等于这个admi也改一下 啊 就数据库你先把它这个密码改一下 密码改一下 那这时候这个密码是不是就是加密保存了 虽然都是123456 但是如果我不告诉你这是123456 你是不是不知道他是123456 这就是我们这个密码要加密保存 那加密保存以后 那我们还要让我们这个程序执行成功啊 那之后我把这个md5关闭掉啊 然后我们再回到我们这个程序里边 那我还要让我这个程序跑起来啊 你看一下 我重新运行一下 是我们127.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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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3啊 我重新运行一下 那之后我们这个用户就登录不了了 你仔细看 我回车一下 你看啊 这时候adme 然后123123456啊 123456他就登录不了了 接下来我们就要对我们这个程序进行一个修改啊 进行修改 那为什么登录不了呢 是因为我们数据库的密码是加密的 然后你这里边用户提交的密码 他是名文密码 所以这时候的话 我们要在我们这个获取用户名密码以后 我们也要对我们这个用户的密码进行一个加密 加密完成以后 我们再和数据库的对比匹配 行 所以这里边的话 我们就要用到这个数据的加密 用到数据去加密的话 我们就啊 引入我们这个md5模块啊 在我们这个项目里边 引入这个md5模块 这叫md5加密 引入以后 那接下来我们怎么做呢 接下来我们在接收数据这里啊 这里边是否获取提交的数据 接收数据这里边 我们需要对我们接收的数据进行过滤啊 手机的话 我一个user name啊 user name 我还是等于什么呢 等于iq.body.user name user name 他是ok的啊 我们不需要对他进行进行一个加密 那我们这个密码 那就不一样了啊 密码的话 我们是不是要啊 对我们表单提交过来的数据 我也要执行一个md5加密啊 啊 md5加密 加密我们表单提交过来的 啊 改成我们这个password 那接下来的话我们在里边对吧 就在我们这里边啊 fire的时候 我们查找条件 那就不是iq.body了 我们需要自己再给他写 那就是user name 啊 你可以用es6的写法 属性解写 也可以把它写全了啊 user name 然后有个password 行 那这时候我们再看一下 就是我们这里边啊 表示我登录的时候要对什么呢 要对用户用户输入的密码啊 密码加密密码加密啊 这是不可逆的算法 就是我们md5 他是不可逆的 那不可逆 你看下数据库保存这么个密码 那你用户如果输入1234567 那我这里边md51234567和这里边是不是就不一样了 但是如果用户输入123456啊 那这时候你md5以后和数据库里边的还是不一样 所以这时候是不是就可以登录成功了 这就是我们这个啊 就是我们这个 数据库密码的一个加密从处啊 好那行那下边我们给大家运行一下 看对不对啊 运行一下 那这里边的话刷新一下 刷新以后 那我重新再输入一个 enemy123456啊 enemy123456 然后点击登录 是不是又可以登录了啊 那这时候的话 其实我们就完成了我们这个用户 用户的一个密码的一个加密从处啊 那接下来的话 我们写示一下我们这个商品那边 而且进来以后我们上节课讲的这个数据还是写死的 那下面的话 我们 我们这个数据 我们要从数据库获取 那从数据库获取 从哪个表呢 那我们看一下我们数据库有哪些表啊 我是吧 db.collection collection.collection db. 啊 不对 我们要看一下数据库有哪些表 性 collection collection so collection c o l e c t i o n so collections 哎 怎么一下就写错了 那这时候是不是有个User表啊 有User表 那我们这时候的话 我们要写是我们的商品数据 所以我还需要在新建一个商品的集合 也叫商品表 所以我这里边 我先给他插入一条数据 我是不是写在列表里边写出出来 那你仔细看 那这时候的话 我们db.叫p-r-o-d-o-c-t pro大概的点i-n-s-e-r-t 我们插入一条数据 那这里边有title 那title我们就随便写 比如说叫 叫iPhone 8 然后那下面的话 我们还有什么 要个price price price 那我们就随便写个 比如说叫六千块钱 然后还有什么呢 还有这里边的这个 有名称 有价格 有邮费 对吧 那就fe 费用 fe 费用的话 来个二十块钱 然后 他这里边还应该有什么呢 是不是还应该有图片 图片 那就是price price图片 图片的话 那我们现在没有 我给他来个空 行 那这样一个数据就插入成功了 那插入成功以后 我们再收一个collections 看一下我们有哪些集合 那这样是不是就 这两个表就OK了 这两个表OK以后 我db.proect.fi的一下 看一下这个表里边有哪些数据 是不是有这么一条数据 但是你也可以再插入一条 比如说我们插入两条数据 邮费 22块钱 然后再来一个 再来一个 再来一个什么呢 叫 比如说iPhone4吧 随便写 iPhone4 那这样又一条OK了 然后fi的两条数据 那这时候我们想的干啥呢 我想的进来后台管理系统 你这里边不是写的我们这个写死的数据 而是写什么数据呢 而是写我们从数据库查询出来的数据 行那这时候你看一下 那这里边的话 我们刚进来以后在哪呢 是不是在我们这个product里边 所以我在product页面 我是不是要连接数据库查询数据 那行 连接数据库查询数据 那怎么连接数据库呢 我们通过mogo一个 clite.comect connect connect 然后这里边输入一个db url 然后一个function 然后function里边 我们有一个呃 就是他会给我们返回一个 如果失败数据库连接失败 有bl url 否则成功以后 给我们返回db对象啊 那这时候我们就可以啊 可以用啥呢 可以用db db 就是如果他error啊 那我们还写一下 和上面是一样的啊 如果error 如果error表示是不是连接数据库失败啊 但是你写着写着 你发现这个代码是不是有冗余了 有冗余了啊 那我们回头再看 待会儿我们再对这个数据进行封装啊 这叫什么呢 叫数据库连接失败啊 连接失败点log一下 数据库连接失败 else那就走这了 对吧 else我们是不是可以通过啊 通过这个db.r c o l e c collection.r collection水纳collection 我们这个是不是叫product t o d o c t 点r fide 啊 那查查出来的数据 它不是我们想要的一个数据列表 所以我把它附给一个i e s u l t 啊 result 那我们想要拿到我们真实的这几条数据啊 想要拿到我们真实的这里边的这几条数据 那我们需要怎么做呢 我们需要是不是通过一个啊 我们上下给大家讲过另一个简单方法 就是通过result.to一个 a r a y 然后这里边有一个回调函数 那回调函数里边 这里边有一个e r o r 就是如果失败 返回e r o r else成功返回我们这个数据 那行 那你也可以接听一下这里边错误啊 如果e r o r 同样的打印一下这个错误啊 打印一下错误 然后我们返回一下啊 else成功成功 那你这里边是不是拿到这个数据了 拿到数据那我们先打印一下可对不对啊 点log一下啊 先看对不对啊 当然你首先把这个render先去掉 不然他可能会有问题啊 现在之后我们看一下这个程序到底能不能跑 就是我们到这个product的页面以后 我们是不是进行了连接数据破 连接完成以后 我们这里边查询了 查询完成以后 那我们这里边要注意还要什么呢 db.close关闭数据破啊 行 那之后运行一下 仔细看啊 运行一下 运行以后 那我们看控制台打印出什么东西啊 比如说我们还是刷新一下 刷新一下 你重启 他是不是又跳到我们这个登录页面了 那我输入enemy admion enemy 123456啊 因为你重新重启 这个session消失了啊 所以他就跳到登录了 正常我们回头写的时候 我们需要把这个判断给去掉啊 点击登录 成功 成功以后 你看一下 是不是拿到我们这个数据了 这里边登录成功 是不是一条数据 两条数据拿到了 拿到以后要干什么呢 我们是不是要渲染到我们这个其他页面 那渲染怎么渲染呢 那就在这里边啊 仔细看 渲染页面就通过我们这个 i s i s 的 rend 这里边已经有了 我把这个拿过来 i s 的 rend 渲染数据 渲染到我们这个 pore大 里面那这里边 我是不是要把这个数据传到我们这个列表上面去啊 所以我这里边写个类似的类似的类似等于谁呢 等于我们这里边这个数据 行 那这时候的话我们就可以在我们这个仕途里边的这个pore大个点1-s里边啊 啊 我们就在这里边对吧 是不是在这里边啊 我们进行循环这个数据 那循环数据我们首先把这些没用的些删掉啊留一个 我们是不是只循环一个啊 然后上面这个标题 哎 标题是不变的 那下面我们是不要循环这个t 循环t怎么循环来着 是吧一个百分号 结括百分号一个 一个 负循环啊 负 VAR i等于零 i小于我们这个list的点 list 然后来一个 i++ 啊 循环我们这个数据啊 啊 less i++ 那就在这里写括号对吧 那接下来我们在哪呢 在后边我们再继续写啊 啊 一定要注意这里边哪里错了呢 啊 写不管它 我们再写一下 然后百分号括号啊 把它写写完整 啊 写完整以后 那我们看这里边哪里错了 for VAR i等于零 i小于 i小于 list点less 然后来个i++ 哎 这时候没问题了 没问题以后 我们是不是要拿到这个数据 那里边首先id id的话呢 我就输出一个什么呢 啊 因为我们数据库的id 你肯定现在是不能用的啊 仔细看 数据库的id 它这里边是不是有一个i 个id啊 有一个个id 然后这里边这么一长串 对吧 所以我们不用这个id 能用啥呢 那这里边我们就用啊 北方号 接块北方号等于i加1 啊 这样去用 然后图标 那图标我们现在是不是还没有啊 所以我这里边就放个字啊 就要图标啊 这个文字 然后下面的话 那这里边啊 有它的标题呢 就等于什么呢 是吧 list一定要注意啊 看这个数据 看这个数据 看数据 是不是这里是一个数组啊 数组我们要拿到这里边title 是吧 list下边的i i i 是吧 你list零下边title啊 有有有什么呢 你看啊 这里边有编号 有图标 有名称 然后还应该有什么呢 呃 有名称 有价格啊 那价格啊 那价格的话 我们看一下叫啥 是不是叫price啊 那这里边我再拿到这个price 包括邮费 那同类 我再拿到邮费 邮费是我们这里边的f1 对吧 费 行 那这样就ok了 ok了啊 已经ok了 那我们这时候我们再重启一下 重启一下 我们预行一下 给大家看一下啊 重启以后 你再刷新一下 他又跳到登录了啊 这是ok的 然后我们输入anemy adm 然后输入123456 这个比较麻烦啊 我们先登录 登录成功以后 我们看这里边有没有数据啊 是吧 iPhone8和iPhone4都来了 那这时候你再看一下 如果我们数据库啊 我们再来一条数据 数据库如果再来一条数据 比如来个上呢 来个我们这个 呃 联想啊 联想电脑 联想啊 联想 联想 就随便写啊 一个电脑 一个400块钱啊 400块钱 然后回车 那这样你再刷新一下 走 是吧 联想 是不是就ok了 但是这个名称也可以是中文啊 我们刚才想输入中文 他一直没让我们输入啊 那我们再输入一下 换个 切换个输入法啊 切换个输入法 嗯 还是不行 哎 可以了啊 就是 联想啊 联想 走 再来一下 那再来一下 刷一下 是不是就ok了 这就是我们查询数据啊 但是你发现有啥问题呢 仔细看 我们这里边的话 以前我们是也是这样做的啊 就是我们这里边 你发现我们在这块大概页面 我们需要查询 查询你是不是要连接数据库啊 包括我们在这里边 是不是有个登登录 你是不是也要mongol client 连接数据库啊 包括我们回头还要做什么呢 我们还要做数据的增加 还要做数据的修改 还要做删除等等操作 那这时候是不是你都需要连接这个数据库啊 所以我们接下来的话 我们要对我们这个操作数据库的这个方法进行一个封装啊 操作数据库的方法进行封装 那封装完成以后 那我们再继续完善我们这个商品的一个增加修改以及删除啊 行 那这一讲我们就讲到这里 我们再继续完善